好 国际焦点 沃尔战情势 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信仪 信仪武安 一问武安 我们要来请教信仪的是哦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参加G7的领袖峰会时 被问到两军敖战已久的乌冬战略腰帝 是巴赫姆特已经失守了 看来是真的吗 把情况请信仪来告诉我们 好 主播观众没有错 我带大家看到呢 正在这个日本广岛举行的G7七大工业国领袖集团峰会 不过今天呢却是闹出了一场小乌龙 原因呢就是在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要跟这个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面之前呢 记者呢就开始问泽伦斯基问题了 就问到他说 乌克兰是不是失去了巴赫姆特的控制权 这个是外媒的报道 那当时呢泽伦斯基就回答说 I think not 就是表示说 我认为不会表示呢 说这个乌克兰似乎是已经失去巴赫姆特的控制权了 那这个这段话一出啊 当然呢是让大家非常的震惊 原因在于呢 这个巴赫姆特地区是这个乌尔双方 其实他们已经交战了长达15个月之久 那泽伦斯基这一番话呢 立刻让大家解读说呢 巴赫姆特失守了 那因此也有很多这个报道啊 就纷纷的出来 不过呢事后 这个泽伦斯基的发言人是立刻跳出来证实说 这个事情呢是乌龙一场 原因在于说呢 泽伦斯基似乎是听错了记者当时的问题 因为这个记者的问题很可能是说呢 俄军是不是已经占领了巴赫姆特地区 所以泽伦斯基回答的说 I think not 意思是说呢 俄军没有占领巴赫姆特地区 这个是泽伦斯基的回应 所以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当然是乌龙一场 不过到底呢 这个记者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 还是说这个泽伦斯基的回答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都会持续的为您关注 因为看起来这个巴赫姆特地区的战况呢 还是呢大家都相当关注的一项主播 是的 大家都很关注这巴赫姆特到底现今状况如何 那当然这一趟呢 泽伦斯基前往G7 见了很多国的领袖 现在也在台湾时间13点 也就是1点钟的时候呢 拜见了拜登总统 那是不是有更多的消息呢 请信仪跟我们分享 好没有错 那在大家看到是说 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这一趟呢 前往日本广岛是非常象征性 也非常具有外交性的一趟出访 原因在于呢 这是泽伦斯基从这个开战以来 第一次到亚洲 那而且还是参加这个G7 有这七大工业国领袖 甚至是很多不是会员国的这个当地 包括像南韩啊印度等等 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外交使节 还有这个重要的领袖 也都会到现场 也因此呢 泽伦斯基这一趟啊 被大家认为说呢 他是要持续向西方国家 还有着许多国家来喊话 说要对抗这个俄罗斯的侵略 不过呢 就在昨天 其实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 就已经证实说 美国呢 会要来提供这个F-16战机 那这一番话一出啊 其实可以看到 美国的态度是出现了 180度的大转变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 其实泽伦斯基就一直在向西方国家要求 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战机 但当时呢 拜登总统是认为说 F-16并不会成为改变 这场战局的这个重要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他也认为说 目前的战事呢 是不太需要战机的 所以拜登其实一直没有在这方面点头 不过呢 昨天这个苏利文发表了这样子的消息 甚至证实说 今天下午这个 拜登跟泽伦斯基的会谈 很可能双方就会谈了更多的细节 包括说美国 现在是已经同意 要对乌克兰的空军来进行长达 四个月F-16的训练 还有西方国家 也有很多国家将会提供F-16战机 所以看起来 大家在这个项目上是已经点头了 那除了这个战机之外呢 另外拜登跟泽伦斯基下午的会谈呢 也有可能呢 拜登会宣布这个新一轮的 价值3.75亿美元 相当于这个114亿新台币的军援计划 那当然呢 是包括了更多像是战机啊 还有弹药 以及火箭 还有发射器等等的 都是对乌克兰战场 现在有更实质帮助的一个 一些东西哦 所以呢 这一次泽伦斯基的出访呢 当然主要还是向这个各国领袖 来呼吁这个重视战争的重要性 那另外呢 也可以看到说 俄罗斯总统普钦 似乎在这一次的G7上 是完完全全的被孤立了 不过究竟这个拜登总统 跟泽伦斯基他们讨论了哪些重点 因为呢 他们是会在这个 台湾时间的5点45分 拜登才会来举行记者会 那另外6点45分呢 则是泽伦斯基会举行记者会 因此呢TVBS也会持续为您掌握 就是两边会谈的最新消息 再把时间交换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接下载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